昨天大概是三点 三点的时候 当我在巡视整个投票站的时候 我接过一通电话 他说你在哪里 你不要走 我现在出来 其实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他说 你说我欠你的钱 我几时欠你的钱 他说很生气 你不要走 我当然是觉得莫名其妙 当时我是在 达曼 这个十六郎拜 我就说我在达曼十六郎拜 我讲你在哪里 他讲你说你要跟我收钱 当我再了解一下的时候 我就看 我讲等一下我再打给你 我看一下 我就看那个短讯 他传来的短信给我看 就是写着 那个短信 就是 从我的电话号码 他写 欠了钱 不用玩了 我在你家前面出来 他感觉这个短信是我送给他的 然后 然后我就再打电话给他 我告诉我就告诉他 这个市场 污秽 是有新人 的一个恶作剂 因为我们的这个选举 还有这个选举期间 竞选期间还有48小时 有人就是盗用我的路口 传出很多最少有10个这样短的信息 传出来给我 他们都以很不客气很生气的那个 语言来问我 然后我一个一个的向他们道歉 这个是纯粹 有些只是打电话来 然后来骂我 然后我只是欠你钱 然后有些就是通过他们的那个 message 信息 然后他们 screenshot 然后他又再 whatsapp给我 所以我才可以念出刚才那几个 非常不负责任的这个手法